《西方极乐净土祈愿文》 我们今天接着研究《西方极乐净土祈愿文》 上一回是研究到 除造舍法无见罪 诸诚信您发愿者 如愿往生极乐国 佛灵中阴影比叉 顶礼导师无量光 上回有讲到 对世俗的这些五蕴六成 不要有深化执着的心 我们在这个人世间 就是觉得自己因以为可爱之处 然后常常生起执着等等的 贪嗔痴的烦恼 让我们的心变得很不清净 然后因以为可爱之处 我们会在想很多的方法来保有 延长它 因此造作了很多的株叶 让我们离清净涅槃 断除轮回的解脱的境界 会越来越远 但是我们如果已经受持了 西方极乐世界的福藏的法门 就像这个仪轨所讲的 除造舍法无间罪 诸诚信灵发愿者 在这个佛说大阿弥陀经 他也有讲 你造作这个舍法罪和无间罪的人 将不得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这是非常严重 放下以上讲的 就是这样的舍法 还有五种无间地狱的罪 有的时候 就是觉得说 好像这是很深重的罪业 好像离我们蛮远的 其实这很容易造作 什么叫做舍法罪呢 有些人对这个佛法不了解 或者是一知半解 或者在电视上 在这个网路上有看到有听到 甚至这样网路电视 这个网路真的是五花八门 乱得不得了 网路上很多讲佛法 或者讲其他的事情 都是乱讲一通的很多 或者是一己之见 或者根本就是邪知邪见 我们学佛的人运气不好 去看到 去听到 种在你的八十天中 或者在你的心里 它已经变成了 好像有小小的中毒 这个中毒你旁边没有善知识 你有这样的疑惑 你也不在意 也没有提出来问 这个毒漫在你的相续中 它会发酵 它会越来越严重 最后终于毒发身亡 你就断上了正性的灰命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 对佛法不了解 应该要有谦虚的心 要有对这个佛法的真理 还有这种圣道 要有尊崇 仰望之心 甚至是亲近 追求探讨的心 不要以为自己曾经读过几本佛书 听过几位法师讲话的视频 就觉得对佛法已经了解 大概就是那么一回事 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人 他说 这些很多年没有见面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远亲 打电话说 上师我有在听您 在YouTube上面 讲佛法的视频 我就说 你觉得我讲的如何呢 我就是怕人听不懂 因为在收看佛法视频的人 从小朋友到年龄很大的人 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都有 所以我就尽量讲得非常的浅白 浅显易懂 在昇显的道理 我都竭尽所能来诠释给他听 他就说 不会 你讲的不会深 我听你 你讲的听个两三集 我大概知道你都在讲什么 他听两三集就大概知道了 一集大概都一分多钟 两分多钟 或者有的五六分 有的七八分 他两三集他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哇 他说真是不简单 我说实在 这真是佛法的大师 要听两三集 要能知道了 就在讲什么也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 所以这就是自以为亏得全貌 或自以为是的了解 认为在佛教的教法中 他就讲浅薄或者存在很多矛盾冲突的地方 怎么讲矛盾冲突呢 你看呢 比如说在这个净土三经里面 观无量寿佛经 他就是对这个净土的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要见 可以说是最宽松的 读到观无量寿佛经的人 都非常的欢喜 哇 那几乎是犯这个 生恶重罪的人 只要生起这个忏悔心 有那一点善根 都有得生西方极乐世界 永断轮回 永享极乐的可能 立即订阅观音山龙德上师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龙德上师 显密佛法开示 与直播课程通知